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弟兄姐妹平安 这次我们要继续来查考生命记里面记载的 摩西向新一代的以色列民所说第二篇讲章 以前我们已经查考过 摩西向他们重申神的诫命 并且劝勉他们去遵行 在接着的生命记十一章一到七节 摩西具体地提出四件历史事实 来证明神曾经为他们行过很大的神迹歧视 希望他们因此心服口服地遵行神的吩咐 第一件大事记载在第三节 说到当年埃及王法老不肯释放神的子民 神就在埃及降下十大灾难 一个比一个厉害 最后的杀长子之灾才迫使法老放走以色列人 这件事很详细地写在《出埃及记》七到十一章 摩西在《生命记》十一章四节 提到第二件大事是 神使红海分开 让将近两百万的以色列人走过红海底 好像走干地一样 平安过到海的另一边 而当埃及精兵来追他们 跟着走下海底的时候 神却让红海的水流回来 淹没了埃及全军 《出埃及记》十四章有详细的记载 《生命记》十一章五节 提到第三件大事是 神的子民后来虽然被神惩罚 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但是神一路带领着他们 使他们没有缺乏 还有第四件历史事实 写在十一章六和七节 利未人可拉连同流变的后代 大滩和雅比兰 想争夺摩西和亚伦的领导权 结果被神处罚 神叫地面开了口 把他们全吞灭了 这件史实记载在《明书记》十六章 这几件历史上的大事 都是令神的子民十分难忘的 非常值得摩西一提再提 其实神在我们个人身上 都有许多奇妙的作为 我们同样应该时常纪念 就会帮助我们更愿意去遵行神的吩咐 说完了神的子民 为什么应该遵守神的诫命 《生命记》十一章 接下来的内容 就说到遵守神的诫命 会有什么福气 我们先来看八和九节 这段经文强调 除非他们遵守神的吩咐 就可以进到神 应许给他们祖先的土地 而他们的祖先是因为得罪神 所以才进不去 现在这新生的一带 被神准许进去了 但是不等于 他们就可以永久居住在那里 除非他们遵守神的吩咐 虽然摩西从来没有去过迦南地 但是神却透过他生动的描写 那是流乃与密之地 接着在十到十二节 还有更感动人的描写 你要进去德维耶的那地 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 你在那里撒种 用脚浇灌 像浇灌菜园一样 你们要过去德维耶的那地 乃是有山有谷 雨水滋润之地 是耶和华女神所眷顾的 从岁首到年终 耶和华女神的眼目 时常看顾那地 摩西还说到 在神应许给他们居住的 那片土地上 有山有谷 又有雨水滋润 真是美好的画面 摩西把迦南地和他们 从前住过的埃及地 做了一个比较 在埃及的时候 他们需要通过人造的渠道 来引进尼罗河的水 去浇灌田地 而在迦南地 就不必这么辛苦 因为神会适时降下雨水 来浇灌田地 很多基督徒喜欢刚才读过的 第十二节 从岁首到年终 耶和华女神的眼目 时常看顾那地 相信这是神的子民 每个人都盼望得到的福气 从年头到年尾 都得到神的看顾 那么要怎样才能够得到 神这样的看顾呢 那个秘诀就写在 接着的十三到十五节 摩西再一次强调 如果以色列人留意听从 神的一切诫命 尽心尽信侍奉他 神就会照他的应许 降下秋雨和春雨 使他们的农作物都丰收 有盛产的葡萄 可以酿新酒 也有盛产的橄榄 可以压榨成橄榄油 就连他们饲养的牲畜 都不会缺草吃 不过神也接着警告他们 如果不遵守神的吩咐 这片美好的土地 就会被他们牵连了 我们来看十六和十七节 你们要谨慎 免得心中受迷惑 就偏离正路 去侍奉敬拜别神 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 就使天闭塞不下雨 地也不出产 使你们在耶和华 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 速速灭亡 这里所说的受迷惑 偏离正路 是指神的子民 随从迦南人去拜偶像 假神 甚至把风条雨顺 归功给偶像假神 这样就会触怒 真神耶和华 而他也就不会赐下雨水 和丰富的农作物了 后来果然有这种情况发生 在《猎王记》上十六和十七章 记载着说 以色列王雅哈在位的时候 他随从信奉异教的王后 耶喜别去拜巴黎 还为巴黎建造庙宇 激怒了真神耶和华 所以神使天闭塞了三年 都没有下雨 真是很好的例证 接着在《生命纪》十一章 十八到二十五节 耶和华就像尊尊 告诫子女的父亲那样 想尽办法要他的子民 千万记得 不要犯错 免得受罚 而且也只有遵行神的诫命 才会不断享受到神的眷顾 我们首先来看十八到二十一节 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 留在意中 记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 无论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起来 都要谈论 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 并城门上 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 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 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 如天赋地的日子那样多 神嘱咐新一代的以色列民 将来进入迦南地之后 不但要常常提到神的吩咐 而且要将神的吩咐写出来 细在手上 戴在额上 也写在门框上和城门上 作为看得见的提醒 至于最初进入迦南地的神子民 有没有照做呢 还有神吩咐的话有那么多 他们写出来的是哪些内容呢 我们不清楚 我们只知道神的子民 在经过后来的亡国 被掳和回归之后 虔诚的犹太人是把前面 读过的生命记 十一章十三到十七节 以及刚才读过的十一章 十八到二十一节 写下来 放在一个方形的小皮夹子里面 戴在左臂上和额头上 在他们大门的门框外面 也象征性地 钉了一小块雕花的长方形木头 当他们进出这个大门的时候 都会用手摸一下 表示遵守了神的吩咐 希望这些不会变成只是外在的形式 而没有真正去把神的吩咐记在心里 也没有真正去遵行神的话语 不少基督徒喜欢把一些圣经的经句 写下来 挂在墙上 贴在桌前 或者做成书签 希望我们也不会只是把他们当作装饰品而已 接着在圣明记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摩西再次强调 如果以色列人遵行神的一切诫命 神就会为他们赶出原来住在迦南地的强悍民族 使他们可以得到这片土地 而这片土地就是现今的巴勒斯坦 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这片土地 的确是很富裕 所以在他四周围的国家 都对他虎视眈眈 总是想占为己有 不过就算他们联合起来 人多势众的攻打也打不赢 因为这是神应许给他子民的土地 就凭这一点 已经让人不能不信服神 神怎么说 事情就会怎样成就 在生命纪十一章的最后一段经文 二十六到三十二节那里 我们还会看到神嘱咐他们 在进入迦南地之后 要全体一起做一件大事 来彼此提醒 要遵守神的吩咐 是什么大事呢 我们来读二十九和三十节 急至耶和华你的神 领你进入要去得维耶的那地 你就要将祝福的话 成名在基利新山上 将咒诅的话 成名在以巴鲁山上 这二山 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 日落之处 再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 与吉甲相对 靠近摩利像树吗 神透过摩西吩咐新一代的 以色列人 将来进入迦南地之后 要在基利新山上 宣布祝福的话 又要在以巴鲁山上 宣布咒诅的话 基利新山和以巴鲁山 位于约旦河西边的 世建城附近 在现今巴勒斯坦的中部 他们好像一对双生子 彼此很相像 又彼此相对 真是神非常奇妙的安排 至于什么叫做祝福的话 和咒诅的话呢 祝福的话是 宣告凡遵从神的律法的人 会得到什么祝福 而咒诅的话是 宣告凡违背神的律法的人 会得到什么咒诅 猜想有人会感到很困惑 为什么耶和华会咒诅他的子民呢 其实在这里的咒诅 和一般所说的咒诅不相同 一般异教的术士 他们无论是咒诅仇敌 或者是被人收买去念符咒 出发点都是为了报复或者谋财 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加害对方 但是耶和华所说咒诅的话 却没有一点加害对方的意味 他只是收回了他原来要给的福气而已 耶和华和他的子民之间立过约 如果神的子民遵照约定去做 神就会按照约书上的话来赐福给他们 相反的 如果神的子民毁约 神当然就不会按照约书上的话去赐福 这是很合情合理的 以色列人后来进入迦南地 有没有去那两座山宣告呢 有的 在约书亚记八章那里 记载着说 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 就分成两半 神的约会摆放在两座山连接的地方 然后一半的人站在基利新山的前面 当约书亚大声宣读祝福的话的时候 他们就同声回应阿们 另外那一半的人是站在以巴路山的前面 当约书亚大声宣读咒诅的话的时候 他们就同声回应阿们 单单一半的成年人就有几十万 他们一起说阿们 声音必定响彻云霄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那个场面必定非常壮观 非常感人 我们相信神就是要透过这么伟大的场面 来加深以色列人的印象 叫他们要牢牢记住 遵守神的诫命会多么有福气 而违背神的诫命又会多么悲惨 今天我们为了帮助彼此遵行神的话语 也应该费点心思 想点办法来彼此提醒 就像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所写的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 用诗章 诵词 灵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心被恩赶 歌颂神 我们也要善用现代的传播媒体 来有效地传讲神的话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